大卫在整本诗篇中不断提及他的敌人 很少有人面对比大卫更多的仇敌 他们不断追杀大卫 试图围攻他寻索他的命 想要将他置于死地 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下 大卫能够存活 完全是因为他有了胜过敌军的秘诀 他不是凭自己的能力智慧去面对敌人 他所做的是将这一切危机与困境带到神的面前 求神的大能护必的 大卫的一个主要秘诀是赞美神 这也是神所命定并亲自设立的方法 大卫说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 是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 从自然的角度而言 婴孩和吃奶的孩子是最软弱的人群 但是当赞美从最软弱的婴孩口中想起的时候 呆下的巨大火效能是仇敌和报仇的闭口不言 圣经启示我们 我们周围也像大卫那样环绕着许多敌人 虽然我们的敌人主要是在肉眼看不见的灵界 这敌军的首领就是那仇敌和报仇的 撒旦他是弟兄的控告者 扭曲并曲解我们的所言所行 甚至在神的宝座前昼夜控告我们 我们怎样是仇敌闭口不言 大卫在这里 清晰地向我们指出了得胜的方法 那就是借着赞美 当我们的赞美如新香之计 赏腾到神面前时 就是撒旦闭口不言 赞美使控告无效 封住了仇敌的口 赞美也使我们得以自由 不再持续不断被恶者控告 借着赞美 我们进入到神的平安与能力之中 也抵挡所有攻击我们 和反对我们的仇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